记者廖书林云林报道 缅怀理想灵魂 重建党外精神 独立书店胡伟错沙龙主人王丽萍 今天宣布建立党外参政平台 提供有志参与社会改革 投入年底选战的青年及女性 同有一处竞选平台 串联国明良党以外参选人突破政党垄断 实践日常政治夺回公民主权 让蓝绿之外有新选择 王丽萍指出主张100%言论自由的自由时代社长郑南荣 公开主张台湾独立 为捍卫言论自由不惜自焚 如今收割党外理想的民进党全面执政 却公然背弃党外理想 忘却民主进步的初心 所以他选择在今天言论自由日成立党外参政平台 告诉所有选民有国无党 只有台湾没有政党 王丽萍还将蓝绿橘黄等政党代表颜色混合在一起 却变成黑色或印有国无党的诉求 希望能将政治日常化 避免被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政治颜色绑架 王丽萍盛请政治素人或里面相投女性朋友 以日常政治小明参政投入云林年底村里长 乡镇市民代表现议员甚至宪长选战者 紫色姐妹协会将负责向社会募款提供参选保证金 并非一定由他个人参选希望由小明接管云林 现场详细说明党外参政平台运作方式 及候选人征召方案及选举赔利规划 并从今天起公开专属官方网页 吉云林在地与全台湾各党外参政组织合作策略 吴国界记者组织荣誉董事吴尔开希也专程到场立挺 支持长期关心性别平权 小明参政的台湾社会运动前辈王丽萍 也推崇他代表挑战体制的台湾民间精神 甚至成为年轻人的导师 带领年轻人走向参政新方向 好 感谢观看